你刚才所说的10秒,它是可以的,然后这样子10秒是在工作状态,然后你刚才所说的20秒,它是在跳动,你看一下现在20秒,它是在跳动,其实这不是问题,它只是一个模式问题,它调的10秒和20秒不是时间,只是一个模式,你看一下啊,第一个是强光,第二个是脉冲,第三个是健强,健强就是由弱到强, 然后强光,脉冲就是刚才所说的一闪一闪的,其实正常的不是,正确的调时间方式是,我们首先是调好你想要的模式,通常都是用第一个强光,你调到强光模式,然后长按M,大概5秒,123,大概5秒,然后它这里在闪烁,然后你就可以调时间,20秒,25秒, 30秒,然后调到你想要的时间,然后大概5秒,这个灯停止不亮了,这个停止了,然后你就开,这就是按你想要的时间在工作,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,把它调到第二个模式,第二个模式,中间这个模式,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脉冲模式,然后长按它, 再闪,然后我们就按这个批键,然后现在30秒,然后等到它这个灯停止闪烁之后,停止闪烁了,然后按它就是在脉冲模式上,你想要的时间在工作,我们关了,然后第三个是, 健强,游弱到强,这个是要用测光表,才可以测出来,你才能看得到它的变化的,通常情况下是第一个,第一个把它调到这里,然后你就长按M键就可以了,就可以按照,前面是调时间,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时间去工作, 然后停止,灯停止,好,开关就可以了,OK